今天呢是搬进来的第二个星期了 应该搬进来十几天了 然后呢还没有整理完 基本上还有好多东西要整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搬进来这段时间都是弄了哪些事情 今天是搬过来的第一个星期天 然后房间还是空荡荡的 看有好多东西还没有准备权 然后现在这是一个厨房的柜子 刚刚送到要自己组装 然后现在组装这个柜子 打开居然还有小动物赠送 Oh my god 现在就是那个 然后就是放在乐天仓库里 储存的不是太好 然后这个 就是这个厨房的柜子呢特别的便宜 才两万七千多日元 然后一般如果在日本家具店买的话 这个至少要六到十几万日元了 应该 所以就是要便宜的价格的话 一方面要自己动手组装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有可能有这些风险在 就是幸好这还不是白蚁 应该不是白蚁吧 我不认识 因为是黑色的 一些蚂蚁好像在吃这个泡沫 然后我还是决定继续组装 好多蚂蚁啊 A few moments later 昨天组装了差不多就80%了吧 然后这是下半部分 然后组装成这样的 然后是这样的 看上去还挺好的 但是如果就是这样一动的话呢 感觉还是有点不安稳 不知道把上半部分组装起来会不会安稳一点 上半部分 昨天组装到半夜 11点半 然后实在困得不行了 就睡了 然后我今天就打算把它全都组装完成 好这个食品柜 我已经组装完成了 然后花了大概两三天的时间 然后现在就是组装成这样 基本上就是收纳空间还挺大的 然后我这些家电 基本上就是在这全都够了 收纳全了 然后底下这个还有空间 还有还有空间 然后还可以放很多东西 这里有空间 也可以放东西 就挺好的 然后这样一下的厨房就没有 之前是一堆烂七八糟的这个架子 现在都没有了 只不过呢 应该是自己的这个手艺问题 组装的这个肯定是有点斜的 然后上面这个空隙有一点大 应该是钉在墙上 但空隙这么大我也没办法钉了 就是这个主要是 应该是防止日本日本地震的时候倒塌 然后现在就这样吧 然后一般小型的地震也不会倒塌 如果倒的话 他应该就是往这边倒 因为这边有这个墙 所以应该也是不会直接倒下砸到人 所以OK就这样吧 今天又在外面赚了一天 然后买了一个自行车 这是在那个唐吉哥德买的 然后花了两万日元 这个价钱应该一千多块 在国内都可以买一个全自动的电电动车 搬完家之后 还有好多要花钱的地方 今天刷卡发现我的那个一张卡已经刷爆了 花不了了居然 这个洗衣机也是今天早上送到了 然后现在才安装完 中午我朋友来了 然后出去吃饭 然后买了一天的东西 这个是海尔的 应该是在日本 我找到的 就想要这种带透明窗户的这个洗衣机里面 最便宜的两万七千日元左右 然后五点五千克 好多钱 这个洗衣机呢 等一下也会有人来收 然后在日本处理这种大型的家电的话 家具都是要花钱的 如果我就是把这个丢掉的话 丢在垃圾站 大概要花五千日元左右 或者是找专门的业者来收 都是要花五千日元左右 然后呢 有一个软件叫Gimti 就是专门处理这种大型的家具家电的在日本 那基本上你就上传了之后 很快有人会来找 这像这一个非常的旧 非常的老 然后应该有十几年的这样一台洗衣机 也是有人收的 免费收 我就是免费送 然后就是有人要他自己来拿 这样就省得你还要花钱 再丢这个垃圾 或者如果是新一点的话呢 你也可以就是 就是加一点钱卖 也能卖得出去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大的这个微波炉 也是免费送出去了 然后今天就会有人来拿这个旧的洗衣机 要送出去 然后他马上就要来了 我把这个门口清理干净 让他好容易搬出去 先送那个微波炉是一个黑人兄弟 也是外国人来的 这好像是一个保安公司的人 他是来给这个公司来存一些这些这个用品呀 所以呢 虽然很旧的这个这个洗衣机他也拿走了 说以后如果有机会还要再拿 如果有旧的再送给他了 因为这个卖也卖不出去 丢还要花钱 互相帮助了 谢谢